请教亮哥了 贺锦丽的败选让他干脆直接 很多网络上来说是崩溃啊 他宣布取消演说 那现场这个造势会场上面 有新条旗被扔在地上的画面都被看到了 但他后来也有致电给川普承认败选 也在大学演讲的时候 他也承认他是败选的 有发表一点点的改言 只是他当下的那个原本的 慎选演说的那个场子 他是直接取消的 所以亮哥也说民主党输到脱库 那只是呢 事前大家在讲说民调很拉锯啊 包含昨天办公室 我也听到好多声音就说 我们看民调原本不应该输这么多的耶 感觉怎么好像还蛮拉扯的 最后结果会却是这样子 包含了七个摇摆州 也都原本看起来在民调上面 看起来真的在摇摆 可是结果第一个 这选举人票226票比上295票 再来我们刚刚提到的七个摇摆州 是近20年来第一次清一色 不再左摇右摆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看到的民调 看到的新闻 看到的赌盘 难道都是假的吗 两个 我这唯一的解释 就是跟2016一样 就希拉蕊的民调也都不准 那就表示川粉 有很多是下层阶级 或者就是拒绝接受民调 这上台湾也发生过 就是早期在党外运动的时候 因为党外的选民 他就担心被监控 就不信任民调机构 所以他拒答 可是这些人是会投票的 所以我们早年 有时候在看选举 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现在搞不好是国民党拒答 早年是党外拒答比较多 那我认为川普的选民 2016就有这个现象 那这一次因为 他一路都一直在宣传说 大部分的民调机构 各种媒体都是民主党的 对 所以那个都是假的 所以就会导致有人 不愿意回答民调 论假新闻 还有人比台湾更高干吗 不这个不是假 是不信任 就觉得坦白讲 也有一定假的成分 因为NBC在选前三天 就宣布贺杰丽当选 确实有 翻车 所以你去想一想 都低估个两个% 就搭翻车 因为事实上 而且川粉蛮够力的 就是他甚至还造成 这个宾州 威斯康辛跟米西根的参议员 全部翻盘 所以共和党是 参议院现在我看到的数字是 已经累积到53席了 那这个我们政治学上就叫群伟效应 就完全就是被川粉卷上来的 所以未来这个川普对两院 对国会的两院 一定会有很大的影响力 就是手可以直接伸进去 因为很多人是 坦白说是因为你当选 所以你才会刚刚讲 都比预期要高 因为甚至连有一个地方 就是那个地方 共和党从来没有赢过的一个大郡 川普也赢了 底特律的吗 好像是 反正就有一个地方 好像是宾州吧 我不太记得了 反正就是 我觉得就是 共和党的得票率比预期高 等于说你刚刚讲民主党的 一些大票仓都没拿到 就是我坦白说 这跟贺锦丽也有关系 我今天早上就有一个朋友 寄给我一篇文章 他说贺锦丽给人家感觉 都在经营民主党的高层 那对民主党的两大基层 一个是劳工 一个是黑人明确运动 疏于经营 所以就导致 我觉得有一些劳工 比如说以前 民主党有一个Bernie Sanders 那是很左的 那支持Bernie Sanders 跟着一些很左的人 事实上不一定有投给贺锦丽 他就觉得贺锦丽好像都只关心 比较是中产阶级的左翼的议题 就是我们就说那个不是传统左派的议题 比如说就是这个妇女的墮胎权 性别权利这一种的 或者是环保 那传统的我们所谓左翼就是社会经济 不平等 那劳工 黑人明确运动 你不觉得贺锦丽很少出现在那种场合吗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就在这种类似工会的左翼 很可能有一些人就没有投给他 比如说我随便举例子 比如说宾州 宾州民主党那个参议员也落选了 那个Casey 那那个地方就很多是石化业 那石化业本来就是贺锦丽的对 短板 因为他环保嘛 根本就环保派了嘛 可是这个如果说你长期是跟劳工在一起的 你就有那个线或者是 你可以表现说 我虽然对石化业有意见 但你从劳工的角度是贴近嘛 你可以补过来 可是他没有那个能力 所以我说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两种力量同时有 就是说川普他可以接触劳工 因为我常常看到一种场面 就是贺锦丽比如说去宾州那种地方 然后出来的都是一些蓝颖阶级的 要听你演讲嘛 那你就觉得他在唱高调 就讲的话都是 都是中产阶级式的语言 就是好像不够接地气 你知道吧 那给他感觉他就是个检察官 然后就是讲的就是比较知识分子 中产阶级的语言 那川普就像住在你家的大哥 他可以去麦当劳 他可以开垃圾车 那就可以跟你聊天 就跟那个劳工阶级就在那边打 打屁聊天 拜登其实也有这种能力 柯林顿也没有问题 贺锦丽就是没有 因为我认为他 坦白讲他选举也只有 就是当两年嘛 所以他是那种权贵的那种气氛 他本身不是权贵 可是因为他走的是司法系统 所以他是攀附权贵上去 他不是选举断念出来的 他第一次选就选上参议员啊 所以他不像拜登啊 你柯林顿啊 奥巴马这种是选举里面打 打断念出来的啦 你知道我意思 所以就让人家觉得 他跟基层有点脱节啦 这两种基层就是说 黑人民权运动跟劳工阶层 刚好是民主党最大的两个票仓 可是你不让他 你不让他觉得 我们是同一群的啦 感受不到啦 比如说我说那个克林顿 克林顿是白人 克林顿的黑人的支持率 92% 贺锦丽我们至少可以说他半黑吧 结果他的黑人的支持度只有77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不是种族的问题 是你有没有在跟人家 一起打拼的问题啦 他没有 所以我坦白讲当初 当初事实上民主党提他的时候 就有人说这个不是好的人选 因为他叫做中产阶级的左派 可是民主党的真正的基层是 下层阶级的左派你知道我意思 那中产阶级的左派那个就是 除了妇女票之外啦 都是有点虚无缥缈的啦 那你真的碰到经济生活不好过的时候 像这次就是这样 我说通膨啦 经济未来怎么办啊 我昨天就看到柯智恩在友台讲啊 说他刚去美国回来啊 吃个披萨啊 那吃个披萨啊 四个人竟然要180块美金 而且不是店内用的 我吓死人了 对天佳 他是那个Modala的 四个人吃披萨花180 美金欸 对啊 这简直是 严教授不可思议吧 至少跟我们那个年代差太多 差太多 实在差太多了 你去想一想一般人怎么受得了 对 所以 然后那个 李克安川普 我再举一个接地记的例子 他就主张小费免税啊 现在美国的服务生 已经是在靠小费过日子了 因为他的底薪不够 不够他生活 因为东西太贵了 所以你现在去美国 那个服务生 你如果没给他小费 他会非常生气 他翻脸啊 会非常生气 所以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就是贺锦丽这一辈子 给人家感觉他就是 不断地往上攀啊 那最后跟他在一起的 都是精英圈啊 我坦白讲 我也不能说他忘本啊 因为他又不是选举出身的 选举出身的当然不能这样嘛 我再输也不会输这么难看吧 因为拜登顶多是 有时候会跟太空人讲话 可是拜登不会讲错话 而且他是接地记的 因为拜登已经选过无数次了 他知道什么叫民主党的基层 可是他完全没有 因为他几斤几两 其实美国的民众也都知道啦拜登 对啦 所以可是拜登不会犯这个问题啦 对 就是 所以到最后大家都不知道 怎么帮他啊 就是 去请你去那个中下阶层 比较多的地方 跟大家哈喽哈喽啊 没有那个能力啦 每次去 就有点生疏啦 好像就不是他家这样啦 有这种感觉 姐妹们从烦恼脸上细纹 干燥与暗沉 现在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西肤弹性水嫩 轻松腹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国富路全校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动靈密码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